他们除了用爱心、耐心,还花很多心思,用很多特殊的方式来教导恩恩, 让恩恩以超过专家估算的速度进步得更快。 休息一下,我们会来继续分享恩恩学习过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求职音证的时候都会写履历表,恩恩的爸爸也帮恩恩做了详细的履历表。 不过恩恩的履历表很不一样。 履历表上记载着恩恩两岁半会走路,四岁会说话, 但是他在一岁十个月就开始上学。 这么早就当学生,天天学东西,会不会很辛苦呢? 恩恩的爸爸妈妈想了一些方法让他快乐学习。 怎么做呢? 我们就来看看吧。 在美国的时候,他六个月发现他比较慢的时候, 美国的治疗师就到家里来帮忙, 那就教我们怎么样帮恩恩翻身。 后来回来台湾以后,我们也持续地做治疗。 那像他刚开始进入那个城中发展中心, 那像两个老师,像李老师,叫他爬的时候, 是跟在他后面,一只脚一只脚, 手抓着这样带着他爬,然后才学会爬的。 那后来他到这个文山特殊学校, 那像林玉香老师也带着他怎么样去学走路等等, 那都是非常地热心在帮忙。 那后来我们就开始到各个医院去做各种各样的治疗, 包括语言,包括物理,包括智能。 那像物理,我们首先碰到那个副业医院的陈景怡老师。 那陈景怡老师呢是, 是陈景怡说呢是这个, 这个太宠恩恩, 这个是太宠小的, 那要能够适度地能够帮他, 让他能够独立, 比如像他穿鞋子啊,能够加自己穿, 那不要呢这个, 不要都要我帮他什么都帮他做好好的。 物理的部分呢, 那像就是说我们也带他去攀爬, 带他去攀爬, 那去做各种大的动作。 那职能像后来在台大医院的职能那边做了蛮久的, 那像肖老金老师呢就就很热心地教他这个职能精细的动作。 有关语言的部分我们也跑了很多很多地方, 像像李淑伦老师有教过他, 然后林口长根, 我们经常到林口长根去, 那首先恩恩看到林口长根, 那个长根那个交通车他就知道说这个是到林口长根的, 那林口长根陈北惠老师, 那后来我们持续的是在这个三种的三种做治疗, 那像林淑伦老师, 那林淑伦老师就从开始的这个单字, 然后到片语到句子, 那最后带他讲故事。 其实这一路过来也很辛苦, 随着陪着他趴在地板上, 然后这样慢慢慢慢地走过来, 甚至我可能也有放弃说, 这么难教, 是不是就放弃算了, 就建议家长去带到某某机构去, 可是我想一个概念给我们, 这小孩子有回应, 有一个沟通的意图, 那我们想就试试看, 没想到一世就是六年半。 人家笑我呢是所谓的Hospital Shopping, 就是这个到每个医院去找各种治疗师来帮他, 那所以这个过程中虽然是非常的, 人家看起来是非常的累, 但是我认为说, 其实就好比每个小朋友都不一样, 那我们家小朋友有这样的需求, 我就带他去做这样的一个治疗, 那所以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们两个互动还不错, 那这个成果也, 我觉得还也很好,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应该不会记得, 我们小时候第一次开口说, Hee这个字的时候的情形, 在恩爸妈的心里, 却有一个很值得回忆的Hee。 一鸣君人, 一去不凡, 一去不凡, 那他原来不会讲Hee, 那语言治疗师教我们说, 用鸭舌棒压着, 让他说Hee, 或者是把他抿着嘴, 让他说Hee, 或者是用不同的方法先吹气, 我们可以用这个吸管, 或是用这个, 他喜欢喝珍珠奶茶, 用珍珠奶茶那个大吸管来吹气, 来练习等等, 那就是这个持续的练习, 那都好像没有看到效果, 那他喜欢做节奋, 也喜欢坐公车, 那我们两个经常走在路上, 我就会教他说, 这是什么东西, 叫他跟着念, 跟着念, 那他喜欢认公车, 他喜欢坐公车, 那我跟他讲说, 这是236, 可以坐到哪里到哪里, 那这是251, 可以坐到哪里到哪里, 我就跟他说, 你这是236, 那251, 那有一天, 我们走在路上走着走着, 他就是, 我跟他说这是几路, 他说236, 我跟他说这是几路, 他说251, 251, 我反应出来说, 这个已经把这个, 一可以把它面出了, 就真的是, 就是开始念了一下, 那是就觉得非常非常开心, 就是他终于会把一的面好, 然后当然就当场, 就要赶快就把一的多练习几次, 我怕他会忘记, 就要把他再多练习几遍, 把这个一的记住, 怎么样讲这个一, 因为恩恩那一声清脆的251, 恩恩的爸妈知道, 恩恩没有放弃自己, 所以更要努力地帮助他, 于是恩恩爸妈想出了很多, 帮他发音的方法, 他很喜欢麦当劳, 可是开始的时候只会说老, 那后来只会说阿老, 那后来呢只会说麦大恩老, 那麦大恩老这样念快一点, 那就变麦当劳, 麦当劳就出来了, 除了发音爸爸妈妈很用心之外, 上了小学之后, 爸爸妈妈每天晚上花时间教他功课, 恩恩的学习, 就是不是一次就可以学会, 那就是要学很多次, 一次两次三次, 那就是他学, 不管是一次两次三次, 他很多次也他还是会, 那所以呢我们就是, 有时候也想想说, 是不是这么难教不要教, 可是呢你每次教, 花到时间教了以后他都会,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想说要放弃, 恩恩爸妈会利用恩恩喜欢的东西学习, 恩恩喜欢捷运, 金龟车, 如果功课进步, 就带他去搭捷运, 利用他喜欢的东西, 让他边玩边学习, 你先看领域几张, 看一张, 我刚刚证, 你先再看一张, 你看一下, 一、二、三, 三张, 好, 好,那你把这些做完, 我们就试张, 那你接到五张的时候, 我们就去做节目, 好不好, 耶, 从小恩恩的程度, 介于正常值边缘, 上幼稚园和小学时, 经常被特殊学校拒绝, 让恩恩爸爸几度有自己想办学校的念头, 当然也不是说那么有信心的, 或是那么冲动的, 就是办一个学校了, 就是说, 可能就是要比较耐心的, 然后去找学校去跟老师讨论, 去跟老师谈, 那看怎么样的老师, 怎么样的环境, 适合我们这样的小朋友, 那我们就很高兴地, 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的学校, 跟适合的老师, 可以来带恩恩, 那这一路上来, 确实要遇到很多好的老师, 那对她帮助很大。 虽然晚一年上小学, 但是恩恩小学生涯, 一路平顺升级到高年级了, 除了恩恩本身的努力, 尽心尽力的爸爸妈妈, 用心的老师以及医师, 一直扮演着很关键的角色。 每一个人都是从小就开始学写字, 学写字, 第一步是学握笔。 对我们来说, 握笔写字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 但是对恩恩来说, 确实要比别人更长久的练习。 笔握好了, 小学生活才会顺利一些。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恩恩的学校生活,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hoor как 是 擋 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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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